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兩台超大光圈的口袋型相機 那第一台就是我們的Sony RX100M5 第二台就是我們的Canon G5X Mark II 那這兩台同時擁有1吋的感光元件 兩台都有超大光圈是1.8到2.8 那第三個就是同時擁有超棒的EVF 就是取景器 那今天我會專注在講拍照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拍影片的部分 網路上一大堆根本不需要我來分享 那拍照的部分是比較缺乏 所以今天我會來講影像品質的部分 然後對焦啊 然後整體拍攝的一些心得 還有一些相機的優缺點跟一些小細節 如果你玩攝影的朋友 你一定會好奇說 為什麼我要買RX100M5 不是67890比較新的 那因為RX100M5是最後一台RX100系列 有超大光圈的變焦鏡頭 那67開始 我們就變成一個比較長的焦段 但是光圈變小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找兩台口袋超大光圈的相機來比較 所以我們就找到了RX100M5 那第二個選RX100M5的原因就是它的價格跟這台Canon差不多 如果我選67890的話 那整個就是不同等級的產品 怎麼做比較呢 那這兩台相機我已經有一陣子 那我可以馬上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想要買這兩台相機其中一台的話 哪一台適合你們呢 那Canon G5XM2有幾個優點是 Sony RX100M5沒有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超棒的把手 真的是超好握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變焦焦段 它從24到120 這也是Sony沒有的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它的鏡頭最近對焦距離 真的是超近 所以如果你喜歡拍電影物 拍美食的話 Canon一定是你的首選 來到背面 Canon有一個超大超棒的觸控螢幕 這也是Sony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掏出相機 對好角拍出好照片的人 你就選Canon吧 真的是沒有第二選擇 那講完Canon這麼多優點之後 Sony也有很多優點是Canon沒有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怪獸等級性能 24張連拍 超級強的對焦能力 包在一個比Canon更小 更輕巧的機身裡面 這應該只有Sony辦得到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客製化東西的人 那你一定會選擇Sony 因為Sony這個選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詳細 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可以設定 你可以把它設定到 更符合你的拍攝需求 那希望有幫助到在猶豫這兩台相機 該買哪一台的人 那如果沒有幫助到 那我們就接著繼續看 我們的優缺點分享吧 這兩台相機非常相似 他們的影像品級非常相似 那我覺得差別最大的 就是在對焦點的更換 那Canon這邊對焦點更換 因為有這個觸控螢幕 不管是在看螢幕 或者是觀景窗 對焦點非常容易的 從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那Sony這邊的對焦點更換 我把它設定到中間 按一下我們可以對焦點更換 但是它的對焦點更換 如果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需要一陣子 那如果從上面到下面 也需要一陣子 就比起Canon慢了一些 如果你不想要手動選擇 自動對焦點的話 你可以選擇更多的對焦區域 那Sony相機就會自己選擇說 它要對哪裡 但是我通常不喜歡用這個功能 因為它通常對到的對焦點 不是我想要對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習慣用 單點自動對焦會比較好 但是單點自動對焦 選擇對焦點的速度真的是超慢 接著我們來講 連續對焦的部分 Canon對焦又快又準 但是它在拍攝的時候 那個對焦框框就會消失 你怎麼會知道對焦框框在哪裡 如果你再跟蹤一個東西的話 真的是超級荒謬 Sony的連續對焦也非常準 非常快 但是如果我們兩台相機 同時帶到了一個昏暗的環境 這兩台相機都快掛掉了 Sony到了昏暗的環境 它連續自動對焦 它很容易就放棄自動對焦 就是如果你對到一個比較黑的東西 它會對一下 然後它就停了 然後它也不嘗試再繼續對焦 它就是我就不想對焦 擺爛狀態 那Canon在昏暗的環境 連續自動對焦的話 它至少不會擺爛 雖然它對焦速度會變得非常非常慢 它就 很慢很慢 但是至少它不會放棄 像是Sony這樣子 放棄自動對焦 單次自動對焦的話 兩台都是超級厲害 非常快速非常準確 那Sony還是稍微贏了一點 快了一點點 但是差距不會太大 那單次自動對焦 到了昏暗環境兩台 相機一樣 速度也會變得非常非常慢 那Canon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顯示 綠色框框就是對到焦 但是其實根本就是沒有對到焦 就很荒謬 它在騙我說它對到焦了 Sony一樣 昏暗環境單次自動對焦 它有時候也是對不到焦的 那或者是它對到旁邊的東西 就是你 不是對焦點上面的東西 就很瞎 兩台比較起來 Sony還是快了一些些 那它的單次自動對焦 也比它的連續自動對焦 準確也快速了一些 那Canon這邊我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它如果連拍之後 如果你想要馬上關機的話 它的鏡頭是不會縮起來 你一定要等它所有的影像 處理完之後 它才會縮起來 所以你需要等一陣子 你不能馬上拍完 我們就把它放到口袋裡 所以我覺得比較不方便 那Sony這邊呢 如果連拍很多很多照片之後 我可以馬上關起鏡頭 然後馬上放到口袋裡 就讓它自己去處理 方便很多 這就是一個小小細節的部分 兩台相機的觀景窗 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Sony的觀景窗 比起Canon還要大了一些 所以如果你稍微歪了一點點 影像還是清晰的 但是Canon這邊的觀景窗 小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只要歪了一點點 你的影像就會模糊 Sony這邊有一個方便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開啟觀景窗 相機就會自動啟動 你這樣就可以快速的來做拍攝 Canon這邊呢 開啟觀景窗 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按開關鍵 它才會啟動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測試 影像品質的部分 Canon在最廣角端 我們用最大光圈1.8 影像其實已經有點鬆散了 Sony在最大光圈1.8 比Canon銳利的一點點 再來我們看到角落的畫質 Canon最大光圈也是一樣非常鬆散 Sony的邊緣畫質還有一個不錯的水準 接著我們把光圈縮到2.0 Canon的中間畫質提升了非常多 那Sony在光圈2.0 畫質已經看起來非常優秀 邊緣的畫質Canon也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那Sony這邊已經到了非常銳利的狀態 在廣角端 Canon可以藉著縮光圈而提升畫質 也能改善色差的部分 但是光圈縮超過4.5之後 影像品質又會以跳樓的速度下降 Sony廣角端也可以藉著縮光圈來改善影像品質 也可以改善色差的部分 但是Sony只要縮超過4.0 影像品質也會以跳樓的速度下降 接著我們來到望遠端的部分 Canon在望遠端最大光圈 影像品質已經算可以接受 那如果光圈縮到3.2 影像品質又提升了一些 那我們可以藉著縮光圈來提升影像品質 但極限差不多在F5左右 如果光圈超過5 影像品質也會以跳樓的速度下降 那Sony望遠端最大光圈 其實影像還蠻柔和的 那Sony在望遠端縮光圈可以有很明顯的影像品質提升 但差不多極限也是在F5左右 光圈超過F5 影像品質也會以跳樓的速度下降 接著我們來測試光暈的部分 Sony的影像品質算是非常出色 整個眩光跟鬼影的抑制非常好 那Canon這邊就比較弱了一些 整個眩光的抑制比較糟糕 那有強光照到鏡頭也會有奇怪的鬼影出現 接著我們來到ISO測試 Canon在高ISO的時候 陰影的部分會出現陽紅的色偏 但是Sony不會 這兩台相機依我自己的要求不會把ISO開超過400 接著我們要來測試的是動態範圍 那如果過曝兩極光的話 Canon跟Sony其實都已經死掉了 但我覺得Canon表現稍微好了一點點 因為Sony如果過曝兩極 高光就會有陽紅的色偏 陰影也會有綠色的色偏 接著就是曝光不足的部分 那我覺得Canon還是表現得比Sony還要好 Sony在超過兩極曝光不足之後 整個影像也會有一些奇怪的綠色跟陽紅的色偏 OK這就是我們今天兩台超大光圈口袋型相機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